這次的話是要帶來就是 就是做跟病原相關的一些視覺化的部分 就是把一些醫症單位在收集到醫療的那個 一些病例的部分 用一些空間資訊去的分析 這次是Moke 在埃政空間去過地圖視覺化的部分 那就大家就拍手歡迎他 好大家好 我是來自於國家研究院科技政策研究中心的Moke 故事是這樣 就是我在台大國際念國翻的時候 到了考完學校 博山博士 論文寫不出來 就覺得療無聲句 不知道畢業什麼時候才可以畢業 那就很無聊 因為畢竟在台大 地理系離我們很近 台大管片跟地理系只有一條街的資格這樣 我就跑去地理系修了一堂課叫計量地理學 然後就碰到溫在虹老師 然後我就覺得這東西好像可以玩 那後來就被操啊 就是溫老師的課其實多定有點重這樣 他教了ARKGIS 然後在他身上學了R的地理資訊的分析 然後我就用他的方法 把我的博士論文完成了 然後我就畢業了 那畢業過沒多久 就覺得如果在R的身上可以做地理資料的分析 那這麼多年來好像我從來沒有在Python上面實現過 所以我就很無聊的大概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用上班額外的時間去完成了這個東西 當初的很簡單的邏輯就是 我想抓一個資料集來試試看 然後如果用Python來把當初從阿語言的邏輯 看你能不能夠移植到Python上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點資料 今天呈現的是一個面資料型態 那我的主業其實是在輔導 創新創業 就是整個台灣學界跟重大研發成果有關的 行創案件都會到我們這邊來 所以其實工作還蠻累 那其實比較像是 其實很吊詭 就是我是台南國企畢業的 那我後來去學了R跟Python 那我現在是生醫組個案的負責 我看了一大堆的衣材跟新藥 就人生是一件超級斜鋼的過程 好 那我們的資料集 這一次的資料集大概會分成三個 就是癌症的死因 發生的統計跟行政地理區界的圖資 那因為我沒有收到完整的前端的訓練 所以我有一點對於 比如說Google Map的API 或者是剛剛講的Open Stream Map 我對這樣的訓練方式 對我來說比較沒有這麼精準 所以我還是採取比較正規的做法 也不是正規啦 就是學校教育的做法 就是我們用了TiTiUD的 97的圖資下去做一個training 那一剛開始先把IzXI的統計 抓進來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它的套屆跟定音 它是用代碼呈現的 所以這件事情你必須要讓它能夠辨識出來 所以我們就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找了另外一個資料集 想辦法把剛剛看到的101 它代表是從三區 然後剛剛講的COSC1代表是口腔癌 這件事情想辦法去做Merge 那把Merge起來之後 它就會變成下面的這一個 新的一個資料集的形態 那Merge完之後 大概可以做一些基本的虛擬性統計 你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前段大死因大概是這些 然後男生跟女生 看起來好像男生死得比較快 但是這件事情可能背後代表的是 你的人口地理分佈可能本來就是 男生的基數比較大 所以我們就回頭看一下說 如果男生死得比較快 人數好像看起來比較多 那機率會真的會比較高嗎 這件事情真的是合理的嗎 所以我們就抓了另外一個資料集 叫做癌症發生統計 然後它的 HB有下面的這些東西 那我們要看的是最後一個出發生率 如果只看出發生率的話呢 因為它把人口給balance 掉了 所以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是看起來 在座有高雄人嗎 就是 好像各個指數高雄都蠻高的 所以你會覺得 那我們是不是拿高雄來試試看 所以我們選擇了這樣子的model 就是高雄是男性 然後大腸直腸癌 這個model來做處理 那這個時候你就需要把高雄的 的 的 定理數 給匯出來嘛 所以你需要做一些 aggregate的動作 把 N這個數值 給加總起來 特別是大腸直腸癌 結腸啊 肛門癌 這些都在它放園內 那 資料匯好了 你就該把它靠上圖字了吧 所以我們就下載了圖字資料擠 我在open data的官方網站下載了 TWD的行政區域的資料擠 大概鄉鎮區域 就會發現 因為它的高零港竟然給我 是WGS80 就是我下載的是 TWD97 它給我 WGS80 所以我一剛開始卡關卡超久 我一剛開始已經沒有找出來 卡超久 然後我就奇怪 然後我怎麼疊不上去 那後來發現原來是 Polygon的問題 就是 嗯 跟我要的訴求不太一樣 好 所以既然它是 WGS84 那我就要轉啦 我想辦法把它轉成 3826 TWD97 這樣子的一個 資料型態 所以 稍微把它 做一下 調整 調完之後 因為這個 Shift File 它的 Data 包括什麼台銅金碼 全部都喊在裡面 所以 如果你直接把它畫出來 說 那個格子看起來 拆完就變得很小 所以 就把指令的範圍區域給 放出來 然後讓 讓 晶瑋度的 那個 範圍 能夠比較明確 要看到我要的標的物 那如果只要高雄市的話 它會長成這樣 就把高雄市 一樣把 你的範圍線縮到 高雄市的 經緯度 然後 它就可以一樣 把它的那個 列圖圖字 秀出來 那你剛剛不是 已經整理完 病例樹了嗎 所以 你整理完的那個 病例樹把它丟進來 所以把它丟到 後面 那個位置 看起來 按照顏色的 深跟淺 看起來好像真的有 這副樣子 就是感覺上應該有群聚的樣子 那 那 大部分 的 大部分的 用肉眼來做判別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很明確看到 可能有 可是 如果你是 受過 激量地理學訓練的話 接下來就要問一件事情 是 那 顯著嗎 就是 我們用肉眼看 你都覺得OK啊 應該有吧 看起來好像蠻集中的啊 但是 激量地理學就開始問 下一個問題是 那 這個集中 是有顯著的嗎 所以 有沒有空間群聚這件事情 並不是用肉眼看 就 會說了算 你需要 注意一件事情 它是一個 Dispersed的狀態 是Render的狀態 還是Cluster的狀態 所以 實際上 在空間池相關的時候 我們要計算兩個東西 一個叫做Morane I 一個叫做 LISA LISA有另外一個名稱 叫做 那個 Local的Morane 所以 我們要看這兩個東西 來決定 鄉鎮跟鄉鎮之間 或者是村里跟村里之間 它到底有沒有 是相關的一個情況 那如果你要判定說 我的鄰居 跟我有關係 接下來的問題就會產生說 那鄰居怎麼算 你要去告訴電腦說 鄰居 到底應該怎麼判定 那一般的計量地理學 大概有兩種判定方式 第一個判定是你的相鎮 假設我的單位是相鎮 那它的判定方式大概會有兩種 你的鞭跟我的鞭 相鎮的鞭 有碰到的就算進去 這是一種判別的方法 另外一種判別方法是 除了鞭之外 這個點 有了層正跟層正的焦點 它只有一個點 不過你要把那個點也算進去 那種方法叫做Cream 另外一種方法叫Look 所以 看邊 還是看點加邊 它是兩個不一樣的判斷方式 你必須選一種 你必須選一種 那我們當然是選Cream 對不對 當然是選Cream的方式 只要有碰到就算鄰居 所以開始計算MoraneRM MoraneRM的計算方法 概念上 不用看公司 概念上的邏輯就是 你跟我的鄰近 鄉鎮有做交集的時候 我就把它Coding成1 你有給我碰到 我就把它Coding成1 那MoraneRM的計算結果 我們常常會看Zscore 就是看D分數 你說你跟我有取距關係 那 怎麼樣情況下 所以 它會去幫你做一個這個紅線的地方 很明顯就是PV小於0.05 在PV小於0.05之下 它的Zscore是 0.4 0.0 0.39 左右 所以是正向 所以它的Z值是0.39 但是PV小於0.05 所以Reject H0 這表示什麼 這表示 在這個Model之下 你的結倉 直倉麥 空間分布不具隨性性 那既然是不具隨性性 那當然就是一個class的狀態 可是這跟我們學統計學一樣 我們學統計學的時候 做ANOVA都可能講說 有啦 你這個H0 然後咧 就開始做事後檢定 對不對 就跟他們講說量量比較 那到底誰跟誰有關 所以邏輯上 你做到某任愛 做完之後 它只告訴你的一件事情 是 有關 有群聚 可是它沒有回答 下一個問題是 群聚在哪邊 所以我開始做了另外一個 叫做LISA 局部性的一個狀態 LISA最後呈現出來的結果 會是四種結果 HIGH HIGH LOW LOW HIGH LOW 跟LOW HIGH 它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跟隔壁的鄰居 是屬於HIGH HIGH的狀態 那就是你們兩個都很高 你們兩個病例書 COVID-19 登革熱 結合期都是這樣 LOW LOW 就是你們兩個都很低 HIGH LOW 你自己很高 鄰居很低 LOW HIGH 你自己很低 鄰居很高 然後或者是 相關性不顯著的情況之下 好 所以概念上 大概會有這四種狀態 那就來看一下吧 如果把高雄 大腸 直腸癌 做一下 DISA的分析 它大概會跑出這樣子的圖 那高處裡的Local Scanal plot 的分佈圖 但是這個比較 然後把HIGH HIGH HIGH LOW HIGH HIGH LOW HIGH HIGH LOW的位置 用不同的圖形跟顏色 做某種程度的呈現 那我們可以稍微 往後放看一下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就是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HIGH HIGH的區域 大概就是下面這塊 紅色的區域 下面這塊紅色的區域 下面這塊紅色的區域 是HIGH HIGH 很合理 因為你剛剛在地圖上 在我還沒有做DISA之前 你剛剛看到的情況下長這樣 那鋼山呢 鋼山呢 鋼山是屬於HIGH LOW HIGH LOW 然後 死亡率很高 或者是發生率很高 但是 鋼 卻很低 那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接下來的動作 就是可能是 人文地理學的事情 或者是你要去找 更多DATA去佐證 為什麼沿城這個區域 很低 可能是水嗎 空氣嗎 還是什麼東西 但至少在初步的狀態來看 上面藍色 漏漏的那塊 大概沒什麼疑問 但是 下面紅色的那一大塊 發現了一個 周邊很高 但重低的一個情況 所以 這個就是 我們做DISA 分析出來的結果 那這樣子的一個 分析過程 其實有 我自己發現有一些 比較難處理的狀態 就是以前收到的地理系的訓練 都跟你講說 那個一個土出出來 最起碼你的那個Label 跟植肥症 它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Scale 就是尺龜 要放上去對不對 但我覺得在拆檔 是好難做到 就是我試了好久 但我尺龜放上去很醜 然後 植肥症放上去很醜 然後 而且 那個Label 放上去也怪怪的 所以 也許 它最後 可能 出土出完之後 可能還是要放回去 UpGIS 或QGIS 然後 做一些 齒龜上面 或者是 Scale 或者是 植肥症 這樣一個調整 好 這個就是 我今天的分享 那 Code 這一組層次碼 跟Code 我放在那個 共筆那邊了 然後 如果 在座各位 有學校的老師 你身上 擁有重大研發成果 歡迎來找我們 來創業吧 好 謝謝大家 還有十分鐘喔 這麼久 來聊天嗎 有什麼問題嗎 還是大家想去吃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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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飯喔 那我現在交給你嗎 還是 好 那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就 結束了 那現在就大家帶掌聲 謝謝 那等等這邊的 十二 對 十二號時間 下一場 這邊 這一場是十二點半開始 那 就是 中間有 滿常的休息時間 那 真的非常歡迎 如果大家 下午一層有興趣 再過來 旁邊 我